或许不像前面子任性的想法在那样的写场 我也是学人 原来我是学人 像顿个人以前 或者这样做的事情 那也不上一个鼓扎瓦 或许今天只抱着一个感人的心 一个批识的未经济的心 我更想知道自己 就是走过我的写场 我最近诚情差不多听了你从92到92到92大概 92人听到现在939也是理论着大概医学 在这里 你常常听诚情也在讲说你有方法 刘老师不授有多种方法其实刘老师在课案上有你方法会非常非常多 那刘老师也在讲,八万四千种法 那这么多的方法,问题我们的养情教育,要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我也经常去打电话上来,刘老师,那答案是什么? 一下子说,这样子是不是,刘老师又跟你讲,刘老师,你是要我们去掉那个职举? 所以后来后学在这样的,听了这么七八年的过程中,刘老师,你一直在口头上 他不只要我们丢掉那些裸子,丢掉那些法子 可是刘老师,他身体力强,他在告诉你的时候,他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刘老师又说,有标准答案,我已经起错了,读手术格是其心,是吗? 不行了,就是对我 然后,就是因为刘老师的这样的法无定法 让我们在台湾这样养成教育的,我们这些显现虎萨长,你知道吗? 我七八年真的还是不上去 到这个今年比较,我说,你终于我知道,你就是在说这个 然后,暑假我要给我顺劲 没有时间,比较稳定的空间来做我们的房间 九月以后,他上学,对不对? 我说,我可以远半天的一小时或多久的时间来做我们的房间 刚好那个时间,不算你放下,刚好因为我请假时间 我就拿,跟协姐拿了MP3,来自重复的第六十环境 第六十环境不是说吗? 我们因为六根的,所以害我们六道灵魂,对不对?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六根也能够让我们有所证悟 我就想到,我们在凡尘里边常常地跌倒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对呀,这个六根害我们六道轮违 那我们也从六根才能证悟啊 所以万人放下,我跟协姐姐讲说万人放下 万人放下,万人放下,万人放下 刚刚写着口号了,变成口号 我问哈?变成口号 后来协姐在想说,对呀,你是嘴巴在讲 可是你的心呢?你的心没有万人放下 重点是在这里,我们的心没有万人放下 那协姐体会到,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成立 那个心缘毅吗?真的是很难抓啦,真的像他猿猴一样 孙悟空七十二倍这样 所以体悟到说,怎么会有这一句成语 因为他,我们的老祖宗真的实在是太有智慧了 然后自己就这样定下来说 那这样子万人放下,万人放下 真的万人,万人,万人 如果是太多的话,多到万人 他到底要从哪里抓啊? 然后后来协姐觉得,从六根 对呀,我眼睛看到了,放下 因为六根对色尘很快 那个色尘是不是,眼睛对色尘很快 那个眼视就伸出来了,要几秒钟 非常的快速,所以现在后来协姐看到那个花 可能已经花好漂亮,看到花放下 那耳朵晶到什么?放下 我在六根对色尘很快速放下的时候 诶,好像这样对咯 然后异恋走出来,不管是善恶恋放下 万人放下 后来终于提论到说,这个万人放下 好像可以从这边就去打电话 请教刘老师,那个确认一下 我跟刘老师说,初学生可以这样子 我跟刘老师说,刘老师我是初学生 所以就抱着一份很感恩的心 这么七八年来,我也常常跟刘老师讲 刘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你把后学,后学不像陈景那样子 在道场上这样子沉浸了那么多年 后学是真的完全没有接触到佛法 然后就这样子听刘老师的 他说,刘老师说他是 凌之旗不可而为之的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什么力量支撑着后学 能这样子傻傻的来听 也知道这个还是究竟的 然后坦白一根,刘老师,刘老师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的职场上的关系 我有机缘接触的心理学 那最开始,后学在工程中 一号称小学没毕业的人 为什么后学在心理学里 你听到的那些东西 你这个号称我小没毕业的人 你怎么讲得出来 你知道我去问你老师 那是什么答案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啊,你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所以,太多的这样的疑问去 然后,我就肯定了那个真心佛性 那个所谓的如来场 那个这么的厉害 就这股力厉害 其实也是听不懂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不懂 那就是说,我这个真心佛性这么厉害 我一定要把它起发出来 但是真的,我们的习性 真的真的太刚强了 刚强到等下,后学家里 供奉观世音复杀 跪在观世音复杀中间 观世音复杀 你怎么能修成这么厉害 你怎么这么厉害 实性这么刚强 怎么办 你才有好习 我有好习 很开心 我那是没在习 柳老师后来 我才给这个经验 才懂得什么叫做 非法 对不对 你在仙荡街里面有一些 只会连去非法 就是你不修了 哦,这样不修也不行 好,继续再夹了 所以我这样一路这样子 人呗 颠颠覆覆 这样走过来 真的也是 你老姐讲的 也是一个错误的失败 但是我们惹了七八年 但是我真的 我肯定的那个真理 这个真理 这是一劳有益的 而且是自根的 自等的方法 心里觉得 我现在看到六九环境 那个心里觉得 那个是深闻远远远 那还是二圣人 那请问各位 我们是不是能往高处爬 那当然 柳老师跟我们讲的是 一个最究竟的 最理想的一个境界 如果七八年前 柳老师跟我讲 三民主义同意中国 我大概 我大概感觉 我在柳爵这边密楼 我那时候在密楼 他一讲 那是民火情的事 我就忘记那事 那是 那是在密楼 就跟柳老师那时候 找了 就跟柳老师 如果你讲的是 三民主义同意中国 那没关系的 那没做不到 可是柳老师那种 那种慈悲心的 你知道吗 他一下子 不会跟我们讲的 那么高的一个境界 他寻寻善悠 好一个寻寻善悠 我们可以有感性在我片上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感恩 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那真的 那 或许再分享 因为走过来 你也有听到 前写太吵 我想 因为或许也是 夜障重的那时 也是 替替周恩 我封我自己是 铁齿主的足藏 那 真的要忏悠 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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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都被感动了 那些年轻在主 你怎么会被你感动 所以或许是觉得说 真的不断的去参与 参与到你自己都会被你自己感动 那还是真的正心参与 就是参与 感恩 感恩 感恩周遭的这些年轻在主 其实真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是在成全我 这个逻辑真的很妙 就是自己一路走过来 真的感恩忏悠 一定要做 这个一定要做 你看 然后那个方法是真的太多了 太多 最重要的 我们当年在听 像童一峰刘老师 从一年前就开始 外面上下 外面上下 没有耶 所以你们现在听得比较 这个福报比较多 经常会这样子 可是我们都在分享 我们前面准备 也有我们的福报 以上分享 谢谢大家